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营养学的特殊时期的中医食疗 那我们的今天的教学大纲就是要介绍胃寒的中医食疗 还有孕产护时期的中医食疗 作业子的中医食疗 哺乳护的中医食疗 所以我们的教学目标呢 就是要认识并了解这些胃寒的中医食疗 还有认识了解孕互或者是产护时期的中医食疗 认识并了解作业子的中医食疗 认识并了解哺乳的中医食疗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好,那我们首先介绍胃寒的这个中医食疗 这个部分就是说手脚冰冷 冰冷,然后容易麻木 大都是属于气血的一个病变 那气虚无力推动血液的运行 静脉以及肌肉皮肤都得不到温暖或者是滋养 血虚,静脉空虚以及皮肤啊 以及这个肌肉呢,失去了营养 使得气血应循 气血的应循不通畅 痰呢,痰会有一种交结的这种现象 会流至经络或者是在关节 以至于血气不通 阻碍了这个血气的流通 而使得会有发冷啊,冰冷,麻木 这种这四肢发冷的一种现象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称为胃寒 那这是什么原因引起呢? 就是气血循环不通畅的结果呢 也会造成记忆力的减退 那通常是在肾虚的患者 因为气血循环不通畅 而容易有腰酸背痛 手脚冰冷,头昏倦怠 口干耳鸣,眼眶花黑 容易有贫尿 也甚至于会有腹泻啊 梦遗啊,梦境啊 胰经啊,还有这个阳尾 早泻以及白带 还有记忆力减退 花欲迟缓的这种现象 那气血虚弱 而导致这种生病的呢 就应该要多吃一些 补益气血的食品 因为气血虚弱 而导致生病的人容易 容易呢 容易就会手脚冰冷 所以应该要吃一些 补益气血的一些食品 像这种大枣啊 鸡肉啊,猪肉啊 牛肉啊,猪肝啊 梗米啊,还有这个龙眼肉 山药,枸杞,核手乌啊 手乌啊,伤肾啊 而且要避免吃到生冷 或者是清热 华丽的食品 那像冬瓜,西瓜 以及绿豆,麻痴咸 这些呢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冷的呢 就要避免食用 那气血虚弱的人呢 就应该吃这些比较补气的 补气血的食品 肾虚的疗法部分呢 就是在药方里面呢 有特别强调说 要强肾丸 或者是圣气丸 蒸午汤 父子汤 独活等 或者是 独活济生汤 幼龟丸 贵妇八位 帝皇丸等等 那这种属于气血两虚的人呢 可以用八蒸汤 或者是十全大补汤 因为气 气呢 气质而血淤的人呢 就可以用所谓的 食腐足淤汤 或者是气血虚 湿热 湿热非常的严重的呢 就还可以用当归来去寒 或者是 像这种 当归粘痛汤 然后呢 也可以用 寒宁血淤的人呢 可以用所谓的 当归四溺汤 这样子来去血衣 或者是避免四脚 这个四肢冰冷 那最常用的叫做 强肾郁寒方 强肾郁寒方 就是材料有 土鸡半汁 然后又会有肉丛容 黄芪 红枣 以及胡 胡桃肉 还有莲子 枸杞 杜仲 还有巴基天 等等 那用盐一点点 味精辣椒来调味 那做法呢 就是把这些药材 煎煮到三个小时以后 过滤 等着 跟这个鸡一起配用 那鸡呢 我们先洗干净了以后 放在废水的锅子里面烫 先烫过以后 捞出来过滤 滤干 把水滤干 然后鸡跟这些药材 一起 跟这些药材的汁液 然后一起 蹲煮 蹲熬了以后 再适当的调味 一起用小火 蹲熟 蹲烂 最后 把它关火 就是做成 所谓的强盛预防 预防 预 强盛预寒方 那这个强盛预寒方 它本身所含的 营养成分 就是热量 有1685大卡 蛋白质呢 有88公克 脂肪呢 137公克 糖类呢 25公克 胆固醇呢 有3702毫克 那盖子呢 有56毫克 铁呢 有9毫克 它的功效 就是可以用在冬天 容易手脚冰冷的人呢 可以使用所谓的 强盛预寒方 好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 八珍排骨汤 八珍 它的材料 就是党肾啊 白树啊 当柜啊 穿穹 还有熟地 扫药等 一共有10公克 这些 每个 每个药材 10公克 跟胡林呢 20公克 然后呢 干草3克 然后小 跟这个小猪 小排骨啊 煮100公克 那还可以添加 那还可以添加 葱 姜 盐 还有油 用米酒适量 来调味 它的做法 就是把这些药材 煎煮 三个小时以后 用小火 慢慢的 蹲熬 然后过滤 再 再使用 那小排骨 洗干净了以后 放在 废水锅中 烫过 捞出来 过滤 过滤那些水 然后 最后把这些 煮好放入 煮好的这些 材料呢 放入锅中 并把这个 葱姜 最后的调味 焖煮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食用了 称为 八真排骨汤 那这个八真排骨汤 它的营养成分呢 含有热量 320大卡 那蛋白质呢 有20公克 脂肪呢 是19公克 糖类有16公克 胆固醇呢 有73毫克 其中有钙啊 53毫克 铁呢 2毫克 它的功效 就是可以用在 肾虚寒的 这种 有这样子的 一个形形呢 或者是说 有腰酸背痛啊 怕冷的人 就可以用这个 八真排骨汤 来做一个 一个疗 一个疗愈 可以使得 怕冷的人 可以强 强胜 好 再来我们要介绍 黄芪大枣 粥 黄芪大枣粥 就包括有 黄芪啊 大枣啊 米啊 那可以用 白糖适量调味 煮法 就是把这些 黄芪跟大枣 就是先把黄芪煎水了以后 加入大枣 去壳的大枣呢 跟米 一起煮成粥 再用 这个白糖 调味 就是可以成为 所谓的 黄芪大枣粥 那黄芪大枣粥 它所含的 营养成分呢 就是热量呢 就是有250大卡 蛋白质5.5公克 那脂肪呢 就是有0.5公克 糖类55公克 粥 还有钙子12毫克 铁0.5毫克 那这个黄芪大枣粥 它的功效就是 可以益气补肾 那黄芪补气 那大枣呢 是补益 补益脾胃 那米呢 就是补中益气 能够健脾 养胃 和胃 好 那在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 孕产妇的时期的一些 中医食疗 那在中药中 有特别介绍 活血 化瘀的药 会影响到 受孕胎儿 初期的一个 胚胎的一个分化 所以呢 在受孕 停经以后 就是说 在必经的这个情况下 用活血的 用活血的药物来吹经 会导致 出生的幼儿 有先天性的这种 心脏病 比如说会造成 中 中隔 缺损 像这种 川穹 红花 桃仁 丹生 还有盐 盐湖索 玉金 还有姜黄 儿树 益母草 山楂 牛漆 折兰 这一些 那米酒 本身是有活血 促进血液 循环的作用 作业子期间 饮食 基本上是以均衡营养 必生冷 那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均衡的营养 还有必生冷 那如果产后呢 活动力减少 食欲不佳 那就应该要用少量多餐 让自己可以补充足够的营养 好 那酒精对于子宫的收缩 是有抑制的作用 所以基本上 虽然米酒 麻油 以及姜 这三样 通常是作业子 作业子期间常用的素材 但是因为米酒有活血 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对于酒精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酒精对于子宫的收缩 是有抑制的作用 会延长子宫收缩的护员情形 所以一般在产后的前一个礼拜 我们就是避免喝酒 或者是用酒精 通常是一个礼拜以后才开始吃麻油 鸡啊 这样会比较好 那产后的妇女容易患有虚啊 冷啊的一个现象 那运户分娩 就分娩以后 对于跟这个产前的生理状况 突然要在产后六到八周的恢复期 那尤其是在还没怀孕 恢复到怀孕的状态 那这个运转过程 身心的调适 通常会有一些些的偏差 失衡的现象 而导致生理机能有失调的现象 所以应该妇女呢 在这个阶段应该很容易患有这个产后 虚弱 怕冷 以及中医所谓的产后三大症 那因此很容易造成许多的一些病痛的根源 所以呢 在平常应该要有足够的营养来补充气血 然后呢 就是补充气啊 还有血啊 还有补充分泌 所需要的一些乳汁之外 在药物以及饮食 还有某些的一些生活规范呢 都应该要有适当的营养素来做一个调理跟补充 并且能够增加免疫力 或者是阻断疾病的产生 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气血的补足 好 那怀孕以后不可以吃一些蟹药 因为蟹蟹下的这个药物 所谓的蟹蟹蟹蟹下的药物 比较华丽的蟹下的药物 会使得肠道的蟹动加快 会影响到这个骨盆腔里面 子宫不正常的收缩 所以怀孕以后不可以吃一些蟹药 或者是蟹下的一些药物 避免动到动了胎气 而且这个胎动不安 像大黄啊 蕃蟹叶 还有芦荟 这些都不适合 那其他不适合用在孕户的 像色香啊 冰片啊 书和香 玫瑰花 香护 肌内精 还有 鹿耳 营养货 或者是骨翠补 还有义仁 这些呢 都不可以给这个怀孕的妇女使用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八蒸汤 那八蒸 它的材料就是含有单参 单参 白树 茯林 丹龟 川穹 赤勺 以及生地 玉竹 那这个材料 上述的这些材料呢 12克 加上甘草6公克 橙皮8公克 那把这些材料 药材一起蹲煮 它做法很简单 就是把这些一起蹲煮 就叫八蒸汤 那八蒸汤所提供的营养呢 热量很少 才25大卡 蛋白质是1公克 糖类呢 4克 那它的功效 就是适合剖腹产 开刀以后的一个调理 生产后 做月子 最适合用八蒸汤 产后 如果有便秘的时候 还可以另外加一些 桃仁进来 腰酸或者是下肢浮肿 严重的呢 还可以另外加一些肚重 那一般常用的麻油鸡汤 来做月子 最容易用这个麻油鸡来补 补做月子的产妇 那它的材料就是土鸡500公克 老姜120公克 米酒呢 400毫升 那它是做法呢 就是把这些 这个材料里面还要有一些 黑麻油80毫升 还有可以添加一些冰糖 一小茶匙提味会更好吃 记住哦 几乎不放盐 麻油鸡几乎是不放盐的哦 要记住这一点 那做法呢 就是把这些鸡啊 洗干净了以后 剁成块 那放一些这个老姜 洗干净切片 那放入锅里面 用麻油烧热以后呢 把这个姜片围炒 放入鸡块 炒的 把它这个鸡肉呢 原来是有一些带有血的 把它炒的变成白色以后 就可以放入米酒 放到锅子里 把这些食材放入锅子里面 加上冰糖 蒸了30分钟 就可以熄火 再焖20分钟 就可以了 就是这是麻油鸡汤 做法很简单 那它的营养成分呢 就是热量可以提供2560大卡 蛋白质呢 提供80公克 脂肪呢 是178公克 胆固醇呢 370毫克 钙芽有5个毫克 铁呢 是2个毫克 它的功效就是 养颜美容 它是产后增强体力的一个 最棒的一个食补 那做月子的饮食 应该都要有均衡的饮食 很多产妇都会产后 没胃口 吃不下麻油鸡跟猪肝 这些补的这些补品 那因为呢 产后很容易感觉 非常燥热口干 所以在依照营养学的观点 事实上做月子的饮食 还是应该要把肉鱼 豆蛋奶 蔬菜水果 各个饮食呢 都应该是以均衡的摄取 不仅是种植不重量 但是不要吃到那种寒性冰冷的食物 就可以了 那做月子的中医食疗的部分呢 就是分完分娩以后呢 通常会耗尽了这个耗尽的元气啊 生产是非常的会耗掉血啊 血气啊 很伤元气的 因此产妇呢 在会有气血虚弱 体力呢 会疲乏 产后应该要有一个调养 非常重要 那产后的体力还没有恢复嘛 所以呢 他的皮压运转都不够健全 所以在饮食上呢 应该要清淡 而且有丰富的营养 容易消化 不可以吃寒冷 寒冷的啦 或者是说 属于寒冷深冷 或者是过于辛辣的食物 或者是太油腻的食物 都要避免的 一般健康的产护 经过调养 就可以慢慢的恢复体力 那像人生入耳 这些补品 这些补品太过 太过补的呢 在虚弱的人 是可以使用 但是呢 不能够用的太多 当归猪肚汤 那他的材料 就是有黄芪 当归 川穹 枸杞 以及草山渣 还有杜仲 断絮 还有燕草 以及红枣 那还可以用猪肚 大概有一斤半的猪肚 大概有一千公克的猪肚呢 把这些药材跟猪肚一起蹲煮 叫做当归猪肚汤 那这些当归猪肚汤呢 可以提供的营养成分呢 热量可以提高到 可以提供到1610大卡 蛋白质呢 有138公克 脂肪呢 有11公克 糖类呢 大概有15公克 胆固醇呢 有680毫克 钙呢 有48毫克 铁是14毫克 这个 这个 就是 它是可以 功效呢 就是可以 使得产护补气血 那也有健胃 可以治疗 这个腰啊 膝盖啊 酸软的现象 另外还有 当归羊肉根 当归羊肉根 有当归 党生 黄旗 等25公克 羊肉呢 是500公克 可以用葱 姜 米 还有一点 米酒 盐 味精适量的调味 做法呢 就是将这些 当归 黄旗 党生 放到纱布袋 里面 包扎好 然后呢 包扎了这个开口 然后将这个 洗干净的羊肉 切成丝 跟葱 姜 米酒 盐 药材包 一起放到锅子里面 用适量的水 大火 煮沸了以后 利用小火 慢慢的蹲煮 这些 使得羊肉呢 熟烂 熟烂为止 那就叫做 当归羊肉根 那当归羊肉根 它的营养成分 可以提供 热量 990大卡 蛋白质呢 是94公克 脂肪呢 是65公克 胆固醇呢 是120毫克 钙腰 是有40毫克 铁呢 是3毫克 它的功效 当归羊肉根呢 是 羊血补气 适合 非常适合 产后 气血不足 四肢冰冷的 的人 所食用的 当归羊肉根 那对于 哺乳妇的 中医食疗部分 就是 产后的 的这个 妇女啊 她的 如果说 哺乳之 太少了 或者是 根本就没有 奶滋的情况下 那中医称为 说有 缺乳 或者是 产后乳少的 情况 这样的妇女 在产后乳少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 体质非常虚弱 气血不足 那产 生产的时候 失去过多的血 造成 气血 亏虚 所导致的现象 那另外一种是 情质 郁郁 使得 气血 不通畅的情形 就是有一种 是心理的 一种是 生理的 失血 所造成的 一种 体质 气虚 气血 不通 的现象 好 那 哺乳的一个 中医 食疗部分呢 就是在 哺乳期 应该要吃 很充足的 营养 增加 营养素 尤其是 蛋白质 的食物 多的 或者是 新鲜的 蔬菜 水果 都应该要 补足 这个汤水 要多喝汤 要注意 脾胃的功能 但是 不要吃 那个 肝 太油腻的 太油腻啊 太刺激的 食物呢 就要避免 而且要避免 妨碍 脾胃的功能 的一些食物 因为 这些食物 会造成 气血不足 而造成 缺乳的 现象 那像海带 豆浆 佛手汤 那是用 豆浆 跟海带 去煮 加上佛手 那这样一起 把这些材料 加起来 一起煮成汤呢 这个海带 豆浆 佛手汤呢 它提供的 热量是 340大卡 蛋白质呢 是14公克 脂肪 8公克 糖类 53公克 钙呢 是142毫克 铁呢 是2.2毫克 它呢 是有 健脾通乳的 一个效果 好 那再来 我们看一下 猪蹄 通炒 以及 猪蹄 通炒汤 它是可以 促进 这个 通乳的 因为呢 我们的做法 就是 猪蹄 洗净了以后 跟猪蹄 帮 先跟 先 去毛 洗净 然后煮成 煮成汤 去水 去这个 血水 把这个药材 放到锅子里面 把这些 猪蹄啊 猪蹄帮 加上 这个 米酒 还有水 蹲煮 蹲煮熟烂之后 再加上 通炒 在砂锅中 加 蹲煮 可以加一些 葱啊 姜啊 然后用小火 慢慢的 让它熟烂 加入这个 一点点的盐 来做调味 那这个 猪蹄 通炒汤呢 就是可以 促进 哺乳腹的 一个 蜜乳 可以多一点的 乳汁 所以 猪蹄 通炒汤 它的营养成分 非常营养 可以提供热量 3310大卡 蛋白质呢 是171公克 脂肪呢 是286公克 胆固醇呢 可以提供 940毫克 那 钙呢 大概是50毫克 铁呢 有10毫克 它的功效 就是促进 产后 气血 虚的 这个 乳 乳汁太少的 可以作为一个 补益的 一个 食疗 所以 猪蹄 通炒汤 可以补 气血 虚的一个 乳汁少的 一个食补 好 那另外 还有一些叫 通乳 食物汤 它的材料 就是有 生地 当归 还有酒 白扫 川穹 木通 还有网不流行 还有天花粉 还有猪蹄 榜 等等 那猪蹄呢 先把它洗净 然后呢 把它 把去毛啊 洗净了以后 先煮了烫 煮烫以后 去血水 然后去杂质 把药材呢 放入 墩锅里面 再放进去 这些 猪蹄榜 然后再加上 水啊 米酒啊 然后敦煮 让这个猪蹄 可以煮熟烂 就是可以 作为一个 通乳的 一个食物汤 通乳 食物汤 它的营养成分 可以提供 热量 1650大卡 蛋白质 85公克 脂肪呢 提供 143公克 胆固醇 可以提供 可以提供 470毫克 另外还会有 钙 25毫克 铁呢 5毫克 它的功效 就是可以作为 养血 清热 还有可以 宣落 通乳 可以对于 血虚 煎热 的一个 好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 橙沙 猪蹄汤 它的材料 是有 橙皮 跟沙仁 还有猪蹄膀 做法 就是把这些 药材 跟猪蹄膀 一起 蹲煮 它的营养成分 可以提供 热量 1650大卡 蛋白质 可以提供 85公克 脂肪呢 可以提供 143公克 胆固醇 可以提供 470毫克 钙 25毫克 铁呢 5毫克 这个 橙沙猪蹄汤 可以给予 礼器 养阴 生乳 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 可以补养 补养 补乳腹 的一个身体 可以养阴 可以生乳 的效果 好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 立体 立体一 就是对于 胃寒的 中医食疗 它的饮食 就是最常用的 我们就用 黄旗大枣舟 利用黄旗大枣舟 就可以 让这个 胃寒的人呢 可以有一个 去寒的一个 效果了 就是因为 应该说是 补气氧气的 一个效果 补气氧血的 效果 我们最容易 拿到的就是 黄旗大枣舟 那立体二呢 就常见 产户 时期的一个 中医食疗 最常见的呢 就是产户呢 通常我们要 希望它能够 补养气血 然后呢 还可以让它 增加乳汁 所以我们可以 用一些像 通乳食物 通乳食物汤 或者是 猪蹄通草 通草粥 都是可以给予 这个产户 的一个 乳扫的 那另外还可以 用什么 海带 佛手汤 海带 佛手汤 可以帮助 产户 产户的一个 乳扫 还有 补气血的 一个 很好的一个 补养 食疗 那另外 产户呢 我们希望 它能够 摄取 比较均衡的 营养 而且要少量 多餐 对于 这样的 产户呢 坐月子的时候 我们就是 最好能够 用这样的 食疗 最好 好 那接下来 坐月子的 中医 食疗 那坐月子的 产妇呢 因为 失血过多 所以我们认为说 应该要补足 它的气血 还要能够 补养 它的一个 疏通气血 避免 这个 气虚 血虚的 一个现象 甚至于要补 补它的 这个乳汁多 所以我们也是 可以用什么 通乳 食物汤 或者是 猪蹄 通草 汤 还有海带 佛手汤 等等 来作为 坐月子的 中医食疗 那其中 最常见的 我们就是 麻油肌 我们可以给 麻油 给坐月子的 这个 妇女呢 吃麻油肌 是最常见的 一个 中医食疗 那 立体四 就是 哺乳户的 中医食疗 最常见的 我们就是 可以给 通乳 食物汤 还有 猪蹄 通草 还有 花生 猪脚 等等 就是 重点 就是要 给予 比较多的 营养素 比如说 蛋白质 还有热量 的供给 那能够 有多的 蛋白质 使得 这个 哺乳户 可以摄取 多的 蛋白质 热量 然后可以 转换成乳汁 那另外 还可以吃一些海带 火索汤啊 还有猪蹄 通草汤 等等 好 那 总结本章的内容呢 还有本章的回顾呢 就是 本章已经把 胃寒的中医食疗 还有 孕产户时期的中医食疗 做个简介 还有认识了 了解 坐月子 为什么要吃 这个麻油鸡 还有为什么要吃 这个通乳食物汤 还有猪蹄通草汤等 可以帮助 孕产户 坐月子的一个哺乳 还有哺乳户的中医食疗 可以增加他们的蛋白质 还有 钙质 蛋白质 钙质的补足 可以使 哺乳户能够分泌多的乳汁 等等 就是本章的一个重点 好 那以上 本章就是把 这些 胃寒的 还有 孕产户时期的一个 中医食疗 做个简介 做个介绍 以及让同学能够 认识并了解 还有坐月子时期的 中医食疗 还有 哺乳户的中医食疗 等等 都已经做了个介绍 那本章做一个 简单的回顾 以上就是本章节